大家好,我是咕咕,今天我们来一起看《废雪小姐谈》及第一季的第十集 好久不见的女女生一大早就来找废雪 她身心难过地说,自己认识的一个女患者小丽出了事 她直觉其中有蹊跷,就让废雪跟着自己去现场查看一下 案发的地点是一个工厂,小丽的身体被卷到机器里搅拌,死状非常的惨 负责调查现场的小警院已经是脸色惨白,不知道吐了多少回了 废雪见过床长后,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因为当时她的神情很紧张,非常敏感地撵走了废雪 杰克探长就直然吐槽 废雪想说服杰克探长深入地调查本案 但杰克觉得没有什么好查的了 根据小警员的报告,应该就是一场普通的意外 沸雪持反对意见 先不提可怜的小警员吐得神志不清影响报告的准确性 厂长说小丽是早上八点死的这句话就有假 自己是九点多钟赶过去的 现场的血迹都已经干了 死亡的时间肯定不止一两个小时 只有怀疑还靠谱一点 探长立刻前往工厂询问情况 厂长的心脏不太好 大部分的工事都是交给姐姐打理 厂长坚持不想沸雪干预调查 结果探长就让她在外面等着 正当沸雪偷偷拿着相机 拍摄案发现场的照片时 遇见了厂长十分其中的公投 她和厂长一样完全不是沸雪的美人镜 沸雪再次被请出去 沸雪值得去探长那边打探消息 得知工厂的机器是早上八点钟才开始运作 所以说小丽只能是八点之后出的事 意外验尸观那边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 本案应该就是小丽操作不到 头发卷进机器的意外事故 沸雪不服气地分析起之前拍摄的现场照片 女余山认识死者的关系都不忍心看这些照片 沸雪自己研究半天也查不出什么 厂长也已经把她拉进了黑名单 不准她靠近 沸雪吃别不要紧 她手下还有陶乐西这一员大将了 二次卧底的陶乐西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虽然没有经验无法担任女工 但细心的陶乐西在面试的时候 观察到公司提供的水十分的难喝 就见风插针的 提议自己可以做主茶妹 前辈茶姐很是社会的带着陶乐西做事 她的嘴巴很严 陶乐西问不出什么东西 但是在给领导送茶的时候 发现了长姐 背着厂长藏着一个秘密的小本子 沸雪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 让陶乐西有机会就偷出来 不得不说陶乐西现在越来越有卧底的样子了 遇见女医生来给厂长打针 调皮地眼了起来 护装不认识 陶乐西注意到长姐的离开 就赶紧去她的办公室找到了那个秘密的小本子 发现这是记录工厂夜里违规加班的账本 找到了其中一个加班的女工 陶乐西跟上去想套话 但没走两步 一个人已从高处落下 倒在雪坡里的人正是废血怀疑的厂长 这里陶乐西竟然一点都没有在怕 厉害 杰克探长和小景元 很快就来处理厂长跳楼的案件 要求见第一目击者泡茶妹 万万没想到 这个人就是化名的陶乐西 杰克探长快速地反应过来 并配合着陶乐西的表演 小景元还在震惊中 等到茶姐走了 陶乐西告诉探长 厂长从办公室里摔下来的时候 他看到长姐和工头也在现场 长姐解释 自己和工头是因为听到厂长跳楼的声响 才赶过来的 考虑到厂长最近情绪不稳定 会不会是自杀呢 长姐很了解弟弟 她绝对不是会自杀的人 长姐怀疑是女医生做的 因为弟弟跳楼前 最后见的人就是女医生了 飞雪接到陶乐西的消息 就赶到了工厂 和探长碰头之后 两个人免不了对陶乐西的物理表现 夸奖一番 两个人接着一解去找到了女医生 她表示那天是例行给厂长打针 注射的药都是长姐保管 需要她开锁拿给自己 打完针喝完茶 女医生就赶着回医院看另外一个病人了 她离开时厂长还好好的 足以证明她的清白了 陶乐西回去告诉了沸雪 厂里夜里还在悄悄开工的事情 这样一来小丽的死亡时间就说得通了 她一定是在晚上加班时出的事 另外陶乐西看到 工头曾悄悄地给女工塞加班费 说明她也参与其中 厂长出事的现场 长姐和工头也都在 他们俩也有可能 为了掩盖私自获利的事 杀厂长灭口 但还没有等深入的调查 探长就找到了新的证据 把女医生给抓了起来 验尸的结果显示 厂长被人注射了含有漂白剂的物质 从而导致了她心脏病发作 摔下了楼 案发前给厂长注射过药物的 正是女医生了 费学想要反驳 那注射的药物是长姐在保管 她也是有嫌疑的 一切都只是猜测 必须要找到当天注射的药品 才能确定是谁说了谎 工厂这边在陶乐西的鼓励下 茶姐找到的警察 说出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她是工厂的老人了 厂长对她很信任 就让她一直做自己的眼线 可以随意地出入工厂 调查众人的一举一动 而她就观察到 女医生很是可疑 每次女医生都会提前半个小时 来到工厂 煽动女工的新思想 还和厂里的女员工 有着过分亲密的关系 茶姐把这一切都告诉给了厂长 因此厂长一直不太喜欢女医生 这份口供对女医生非常的不利 费学赶紧去监狱 当面行问好友的情况 女医生只得透露 自己和死者小丽是恋人的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她一直都很难以面对这个案件 连现场的照片都不敢看 小警员在垃圾堆里 翻到了药瓶 发现上面有两个枕孔 说明确实是有人 把漂白剂注射到了药瓶里 女医生回忆 当时她在和厂长伴嘴 所以忘记确认药瓶的安全了 那谁能接触到药瓶做手脚呢 似乎只有长姐了 但她当时在和工头偷勤 钥匙放在桌上谁都可以拿得到 会却想起来 还有一个人是可以在工厂里随意走动的 陶露西无意间发现了茶姐的信件 发现她原来也深爱着小丽 只不过小丽为了女医生拒绝了她的爱 陶露西直觉 眼前的茶姐就是凶手 于是拔腿就跑 茶姐上前解释 小丽的死是两个人争执时不小心发生的意外 而厂长是她为了报复 抢走自己爱人的女医生有意陷害的 讲完这一切 茶姐就想灭口了 幸好关键时刻 被察觉到茶姐有问题的 沸雪杰克探长及时救下 另外 本集中沸雪小姐的主线剧情终于上线 当初让沸雪回到澳洲的理由 就是要让杀害自己妹妹的人把牢底给坐穿 这几里 犯人嚣张的要和沸雪谈条件 让沸雪撤销对自己的控诉 自己就把案件的真相告诉她 解释一下 犯人一直都没有承认自己绑架杀害了沸雪的妹妹 她是因为别的案件才被抓捕的 但沸雪相信此人就是伤害妹妹的凶手 最后沸雪果断的拒绝了犯人的要求 临走前犯人大喊着 就算你不帮我 我也是有办法可以出去的 本集完 从本集开始 逐渐剧情的回归让推理的部分越来越好看了 那个嚣张的犯人是不是真的伤害沸雪妹妹的凶手 妹妹的失踪为什么会对沸雪有如此大的打击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的沸雪小姐探紧吧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